由香港出發47分鐘到廣州藍站 看看鐵路完善的好渣 與香港的有什麼分別? 廣州藍站新鴻基的樓盤叫進亂 住宅區分為ABCD 內地賣樓有點特別 它是計算建築面積的 所以你化成實用的話 大概是八成實用率 這裡就圍著整個廣州藍站 開放樓的價格 我們去體驗一下 支聯的內源 有一個50米的泳池 基本上這些叫做豪華的會所 園景一連四個位都有花開的 老人家、孫仔、孫女在這裡散步 其實很舒服的 跟香港樓其實分別就不太大 價錢都比香港低了一折 都是玻璃幕牆 大堂講解是9米高 通常都是一些超級豪宅才有 在香港有點浪費 你看到它全部都是雲石、磚、鋪 然後兩部電梯、兩梯四壺 我們去五樓 這裡最高是29樓 然後還有負一負二 就應該是停車位 我們來看看這個 95方的三格網路 好市正 還有它的廳是算闊的 這裡建築面積是95方 一入門就有個廚房 廚房的設計是用玻璃廚房 它有點燙門 可以燙光 可以燙光 我這類就比較喜歡 Open Kitchen 還有最喜歡有一個很大的牆 還有一個很大的升盤 還有一體式的橫石 這些都很棒的 還有它在超越電影機 都很大的功率 特別呢 就是這個 香港應該很少見 基本上1000尺的樓 都未必有小碗機 但是它這裏有 很棒的 然後這裏就有一個鞋櫃 它做了一些間隔的文章 OK的 然後這裏有一個出門鏡 還有它好像iPad 可以燙燙燙 可以看一些TV 可以自己做Gym 另一個我自己比較喜歡 就是一個很大的露台 像香港一樣 都是用一個閒閒式 但是它這麼大的露台 你在香港就算1000尺的豪宅 都沒有這麼大的露台 而且看出去就一望無際 舒服的 那邊就看到一些鐵路 OK的 內地很喜歡擺洗衣機在這邊 我們剛才有沒有洗衣機 好像沒有 洗衣機通常內地就要自己買 然後整個廳就很闊 間隔比較分明 這個九樓的標準 浴室區就很簡潔 還有它有窗 這裏就有一間比較細小小的睡房 現在建築面積就算了這些飄窗 香港就算實用面積 但是飄窗這邊就有光陰 還有它種了角窗 挺漂亮的 另一間睡房就是這邊 樓底就有3.15米 然後這裡可以外連腦袋走出去 那這裡其實都挺視鏡的 應該有2米到2米3 一進來就是主人的浴室 用臨浴的 都很棒 還有它做了一些衣櫃位給你 最特色的東西就是這個窗 很少見的設計 它玻璃面裡面再夾一個發葉窗 這個應該要抄 然後它還有一些護蠟 可以保護小朋友 有望出去的景觀 就有很多人摸回整片翠龍 挺正的 它有一些香港沒有的東西就是 洗碗碟機 漂亮的露台 還有大型的赤數 OK 這個機械有什麼用 這個是認君知理人 我還有跳舞 是呀 因為這個位置比較窄 就不建議跳舞 你可以叫它唱歌